从9月份开始进行的新北市英哥陶瓷文创伴手里设计竞赛 一共有112件作品参赛 现在是选出了10件优秀创作 其中由黄佩婉和陈玉荣所共同创作的 主舞系列陶瓷竹台作品 获得了金纸奖的肯定 他们表示在发想设计的时候 感受到陶瓷制作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冷与热的互动 也因此以人形作为竹台 而金发局表示这些获奖的作品 未来将有机会量产为文创商品 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为发想 两位女大生联手拿下 2014新北英哥陶瓷文创伴手里设计竞赛的金纸奖 这项比赛从9月份开始征建 一共有112件作品参赛 最后选出10件优秀作品 而其中第一名的主舞 便是由台中科技大学武专部创意商品设计科 精英班三年级的黄佩婉和陈玉荣所共同创作 他们从陶瓷制作过程获得灵感 衍生出人形竹台的功能性 陶瓷这个材质 它是由冷跟热之间不断的交替 而形成的一种材质去作为构想 然后带出人和人之间的冷语 所以才会有人形去做出我们最开始的外形 两位女大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的讨论 而期间陈玉荣还一度因为耳食脱胃问题 只要盯着电脑荧幕就会头晕 但最终还是将作品完成了 当初就是可能我耳食部分有点脱胃 就细胞有点脱胃 所以那个时候做的时候 其实看电脑三分钟就会头晕 所以还蛮辛苦的 对于自己能获奖 两人虽然表示意外 但也很高兴创作获得肯定 新北市进发局局长叶慧卿指出 这项竞赛最主要的目标 除了创意更考量到商品未来能否走入市场 我们设计出来了 设计出来了后面的价值 所谓价值是我们必须把它进入商品化 进入市场 那我们要跟我们英哥陶瓷同业先进 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里是包括三个元素 第一个设计 第二个烧出来 烧的品质 第三个是通路 而获奖的作品不仅创意十足 更贴近生活的使用 不论是以艳巢概念所设计的好窝灯饰 或者是结合英哥陶瓷聚落 与包种茶故乡平临的名记茶剧组 每项作品都展现了文创性和实用性 而未来这些作品都有机会 实际量产为文创商品 成为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版首领 记者杨芳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本点是新北市采访报道 ическая神力真 HIM 杨芳友 畏拿